《紅》這部戲在百老匯拿了一個最佳戲劇的大獎 戲裏只有兩個演員 今次就是我、高學文和邱婷輝兩個主演 今次這部戲我是做一個畫家 一個很有份量的畫家 嘩 我感覺到你已經很入戲了 Honorgo到最後期的畫藝術 都是黑你的 學習 我是香港畫劇團的全職演員 我叫邱婷輝 在畫劇團剛剛過了十周年 商業和藝術的衝突 你到時都真的會在劇部畫畫嗎 會有少少的 你經過畫班之後 學了好幾課 又學了怎樣製造一塊Canvas 你覺得整體得著是學到什麼呢 我也畫畫畫 應該人人也畫畫畫 在Red這個劇目中 負責做美子 指導演員怎樣畫畫畫 就是周俊輝 為什麼叫做紅色 為什麼叫做Red 其實是Rofco這個畫家 在他最巔峰最高峰的時候 他畫一系列的畫 都是色彩非常豐富的 就算每個人畫一隻紅色 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幫法 一些性格 所以我就說 其實可以看到他們的性格 在這個劇目的Red裡面 就是一句說話 究竟黑色是否會侵蝕了紅色 對於你來說 做了畫家 你怎樣理解這句說話 其實他最後是因為走不出黑洞 所以他自殺死了 周老師已經準備畫第二幅 畫完紅之後 他會畫黑的 今次做Red這個劇目很認真 周俊輝有畫畫 另外找閃 有很多藝術的內容 因為裡面講了二十幾三十個藝術家 始終兩個演員都沒有讀過 沒有認真 所以就一定要跟他們上課 東京的千頁園 就是看著他的七幅畫 七幅畫 很好啦 有七幅在那裡 一站在這幅畫的時候 你的眼睛基本上不會停 導演阿寶 香港人可能入劇場的朋友 都不會太熟悉Rofco這個畫家 他是將自己整個人的生命 灌注在他的畫上 作品已經完成了 演員、導演 完成了大合照 Yeah